欠税三欲较穷不还 前泰店董事长孙道纯 因为他生活太招摇奢华 被大家是质疑政府是不是纵容之后 这士林行政执行处终于来约谈他 要他先还这个欠款2.95亿的三分之一 大概是一亿左右 这余款也必须在半年内分六期来还清 面对交道管收的压力 他也承诺十天内会提出具体还款计划 另外这台北行政执行处 这两天也查封了他的保险箱 这个孙道纯欠税三亿罕穷 但是现在发现还是有能力住市价三亿员的 这个信义执行知名豪宅 这个还有协同新婚妻子吴一平逛街买名牌 社会为之哗然 而这个蓝绿立委也看不下去 认为大众明显感受法律不公 呼吁相关单位应该要立刻管收他 而且面对社会压力 这个法务部也要求行政执行处 要加快催款行动